要給我認真,我要挖,要一口氣把他講完 終於要開始認真了 來,單斜縫請看各位同學 來,我現在為了教學需求 我故意把這斜縫畫得很大 到時候你在解釋的時候,你才看得清楚 好,那現在呢 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畫完斜縫之後呢 我們跟雙斜縫一樣,我們要抓一條中央線 就這個斜縫的中間,大概抓一下 我們要抓一條中央線 後面的有什麼 屏幕 好,那現在呢 我的光源 從這個左邊啊 照進來 什麼都沒有顏色 這可憐 被你摔著 被你摔著 被摔著 還是劍 好像是在這段 終於有分比了 終於到家了 終於到家了 分比終於 終於到這一表之前 沒有,終於有分給我 只是發自內心的講啊 現在錄影,現在錄影 好,認真了,認真了 終於到家了 單斜縫的這個縫寬啊 如果是有符合呢 跟波長是同等級的一個大小的話 我就會產生所謂的 繞射現象 這個繞射現象呢 在哪裡看過,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講水波的時候 在高一就講過了喔 水波,直線波的水波進來之後 如果遇到障礙或遇到一個狹寬的話 是不是會變成所謂的圓形波出去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什麼呢 波散開來的 散開來的一個繞射現象 那在光裡面呢 如果是把水波換成光波來做的話 最後的成像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先看成像街 我開始來了 一樣的 它呢 跟雙小胖類似 會是一個明暗相間的條紋 可是它不在等級 有一個地方是跟人家呢 不一樣的 有一個地方 特地理名是誰 中央 舒服喔 這是中央亮帶 可是其他亮帶的寬度呢 所以它有什麼你知道嗎 有什麼 一半 一半 對 會打還打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超神 你不是聽眾我聲音會覺得 全身贖滑的感覺 因為他是不是F 什麼 超級低耶 中央快 我在振奮大家的精神 誰有失的 好不好 來 快點 注意聽的 還沒完喔 再畫一個 好 我們這樣畫 來 先命名 中間這個當然是什麼呢 還是 中央量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是什麼 第一量 然後第二量已經失憶 可是呢 兩個量 兩個量 中間必有什麼 暗 這個是什麼 第一暗喔 不是 這第二暗 這第二暗 第一暗在哪裡 中間 好 看得清楚嗎 OK 好 老師都用顏色區隔開 好 那時候你們會發現 心靈的肉眼告訴我 中央量帶是不是特別寬 它的寬度呢 你可以用你的肉眼估計 它的寬度是其他量帶的幾倍 兩倍 剛好兩倍喔 所以我們做一個定義好不好 我們今天如果說 我的每一個量帶的距離叫做data y 每個量帶之間的距離叫data y 那中央量帶的距離就會是幾倍的data y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data y是什麼呢 我們待會再做一個討論跟計算 好 那這個就是它的什麼呢 就是它的一個整個投影的結果 並且呢 我們發現 其實我這樣子的話 是有點不正確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如果是單小夢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的中央量帶的確是又寬又亮 可是越往兩側走呢 它的這個亮度就會怎麼樣 越來越暗 而且是很明顯的變暗 所以應該稍微呢 稍微擦一下 這個旁邊就沒有這麼亮 上面幾乎快要看不見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講一下 現在分析一下這個整個光牆的 一個 什麼 光牆柱的分析的話 你會發現喔 中央量帶呢 特別亮 它的光牆柱的這個 這個起伏呢 是最大的 可是這樣旁邊之後呢 就變得非常的弱 而且弱的這個 衰減的幅度很大 是這樣子 好 然後再往旁邊走呢 就更 更 更微弱 更微弱 好不好 好 這是光牆分析 畫出來的這個結論 好 這個是我們看得到的結論 可是呢 我們如何來解釋這個現象 我們來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我們來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孩子 我們就來做它的所謂的光層差的分析 光層差的分析 好不好 所以我們接著要來分析什麼呢 按摩條件 按摩條件 來聽好了喔 這地方不好懂嗎 來 來 在分析按摩條件呢 我要再畫一個 再畫一個答案 專門用來分析按摩條件 那一樣 中央軸 可以嗎 好 那我的光線呢 一樣從左邊進來 它是一個有波長的光 那現在呢 我知道喔 這光照進來之後 我就會有所謂的這個 亮暗亮暗 那我現在就鎖定喔 我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第一條按摩的位置 在哪裡 我可以看到 我今天假定第一按摩的位置在這裡 這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喔 因為就是屏幕上亮暗亮就可以 就是可以說 喔 這是第一按摩 可是 如果第一按摩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要從這個實驗結果 去反推 它此時的 這些光層差 喔 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來分析一下 所以你會看到呢 我這個光照進來之後呢 由於我是要照到這裡的光號 所以呢 你會有很多光 照過來 來 等一下我稍微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直接光這樣照過來 可以嗎 齁 齁 好 畢竟呢 由於我們要討論光層差 那光層差 大家在風調風的時候 就已經學過了 是不是並不陌生 那如果今天我們鎖定的是 這整個霞縫 齁 所透過的光的 重光層差 要怎麼做 你是不是把這一條最短的 跟最長的 中間畫一條怎麼線 鎖一線 可以嗎 你畫了鎖一線之後呢 右半邊這邊的光線呢 是不是都視為 是等距的 你唯一有差距的 是不是就是這一段 所以這一段就是我的什麼呢 Data S 總光層差 並且這一段會是多少呢 還是注意的 我今天如果說 你看老師特別從中央走這個地方 畫一條光線呢 照到我們的地 按我的位置 這個時候它這個角會有個什麼 特殊的夾角是 然後呢 這個角跟哪個角會一樣 你知道嗎 應該是近視相等 你知道嗎 來這個近角 我們在雙峽中就做過了喔 那其實為什麼可以這樣做近視 因為 其實這個角都很大還是很小 很小喔 我是為了這個解釋說明才畫成這樣喔 不然我就說過了 小物在這邊 你的屏幕要把他後面都搶喔 OK OK 所以這是近視相等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呢 如果 你的單小碰的翻譯 叫做B的話 你單小碰的翻譯叫做B的話 你的這一段徐色的 換個顏色好了 你這一段紅色的 就是我的走光成沙 並且從幾個的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呢 它是多少 B的sine c 好 並且呢 其實這個角度我自己知道 這角度我當然知道 為什麼 啊我們在這邊 你從中央線 去量這個角度 你是可以量得出來的 你可以量得出來的 所以這個sine c 我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特別的sine c 那如果這個sine c 我知道之後 帶進來 想到快度我也知道 所以此時的總光成差 是可以計算的 然後我發現一件非常巧妙的事情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當 我對到D2的時候 我的總光成差 算出來竟然是一個難 剛好跟我的光 波長是一樣的 剛好跟我的光波長是一樣的 孩子 你 雙俠鳳有聽的話 你應該會 開始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 欸老師 你在講雙俠鳳的時候 不是說 光成差勢波長的整數被人 都是量文嗎 怎麼光成差勢 波長的整數被人 一倍的人都 竟然是暗文呢 因為這裡是單下 好 可是到目前的 各位沒解釋喔 我們都知識呢 就實驗結果 發現了這個事實 好 那接著呢 我要進行分析 為什麼這樣的智慧是暗文 接下來再來重點 咳咳咳咳咳咳咳 來 開始來喔 聽好了 來老師做個動作 看你能不能接受 我這個叫做總光成差 總光成差 也就是呢 你這個是 我把這個點的 叫一號光 這叫二號光 這叫三號光 你的總光成差 是不是第一道光 跟第三道光之間的差別 看得出來嗎 你的總光成差 是第一道光 跟第三道光 跟第三道光之間的差別 可是如果我今天 單看 一到二 之間的差距的話 一到二之間的差距的話 其實這個差距是多少 這個差距剛好是整個的 什麼 一半的差距 因為這個是中點 這個是中央點 好不好 這是一個基本起合圖型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段 是全部的一半 它全部是一個讓檔 所以這一半是多少 這一半是二分之一讓檔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嗎 代表說 一號光跟二號光之間的光成差 差了二分之一個讓檔 差了二分之一個讓檔 可以嗎 並且呢 雖然 我要提醒你們 雖然這是一個單俠鳳 雖然它是一個單俠鳳 可是實際上呢 我的光過來的時候 我在這每一個點上面 都可以視為一個新的點光源 這是什麼源你知道嗎 海根式原理 這個在我們的水波都講過的 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所以事實上呢 記一句話 所謂的單俠鳳的讓我視 它其實是呢 點光源的多重干涉界 這句話 講一唱不危險 可是 你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寫 它可以幫助你 學習一個記憶 再講一次 單俠鳳的這個其實是點光源 多重干涉的界 所以我現在要探討的是呢 我這兩道光如何來進行所謂的干涉 那 就很單純喔 你干涉 你要不論干涉 你就要回歸到最基本的這個所謂的 波的疊加原理嘛 來看看怎麼樣會建設性 怎麼會破壞性啊 那你看 今天 一號光和二號光之間的光成差是二分之一倍的浪大 這兩道光一定會是建設性干涉還是破壞性干涉 一定是破壞性喔 這都之前講過喔 兩道光之前光能的差是二分之一波長的時候 一定是破壞性 代表說這兩道光會互相的相消而不見 聽懂我意思嗎 OK 可是 你說老師 這邊有那麼多個點光源 說這兩道光消失不見 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怎麼還會是暗呢 因為我告訴你 不只這兩道光 而是整區 全部相消而不見 為什麼 我告訴你 你看好囉 我這邊有一號光有二號光對不對 我往上早一點點 我把一號光上面早一點點 我可以找到一個什麼呢 一普段喔 同一把二往上面早一點點 我可以找到一個二普段喔 所以看我的手 開始看我的手 一二個 波成差 二分之一這樣打相消而不見 那我把這個光向上同步 平移一段到一方八個光 他們這兩個 一方個二普段時間的光成差 一定還是多少 因為我是平移而已啊 這兩光是不是有相消不見 所以我可以呢 在下區跟上區呢 全部找到一組對應的光 讓它全部的相消 所以基本上你是把這個光分做什麼 你知道嗎 你是把它分做呢 上半區的一號區跟下半區的二號區 一號區跟二號區的光呢 是完全的相消不見 所以呢 才會在這個地方產生 所以才會在這個地方產生 了解嗎 再做一次流程喔 再做一次邏輯喔 因為跟你講喔 這個邏輯是老師思考過才教的 這個邏輯非常的清楚和完整 所以對學生學也是有幫助的 對學生學也是有幫助的 否則你在補習班 或者是你在講義上 三號區上面 不會有人跟你講這個流程 大家只會把結果丟給你而已 啊怎麼來的你根本搞不清楚 反正可是結果你記下來 其實就可以拿分了 就是現在教育的備案 填壓式的教育 雖然我們現在的教學還是填壓式的 可是老師盡量在平常事裡面呢 多放一些清除一點的東西 好不好 來再講一次流程喔 我們事先透過第一個實驗的結果 發現 當你這個位置第一按鈕的時候 我從中央軸去對著你 這個角度是可以量出來 量出來之後呢 我又發現 此時的你的第一道光 跟最後一道光的光層差 重光層差 計算出來 OK 是因為角度知道 鳳寬知道 計算出來之後 發現剛好跟波長的一倍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再進一步的去分析 欸為什麼這麼奇怪 總光層差是浪打 可是卻是暗的 我們才進一步分析說呢 這是因為 雖然總光層差是浪打 可是呢 當夾碰到的時候 它其實是呢 點光源多重干涉的結果 所以你還是要回歸呢 光源跟光源之間的干涉 來做討論 來看它是清熱性還是破壞性 那因為呢 你的總光層差是一個浪打 所以呢 如果你只把這個 這個 光的這個光源的部分呢 切成上半跟下半來看的話 你的一號光跟二號光之間的光 光審查是二分之一浪的 所以根據呢 乾涉原理呢 這兩號光一定會相消 產生破壞性乾涉而不見 對不對 所以依此類推呢 我每在下區平一點點 都可以在上區再找到另外一個點 跟它光審查相差二分之一浪打 而相消而不見 聽懂意思嗎 所以呢 下區的每一個點 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一個對一點 來跟它相消而不見 所以呢 下半區的光跟上半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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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區的光 全部透過破壞性干涉 相消不見 所以在這地方 證明的是啊 是這樣子來的 齁 了解嗎 OK 你就盡量跟 聽懂最好 真的跟不上呢 你就讓我填一下壓吧 把結果記下來 我會讓你拿分數 齁 我會教你拿分數 可以嗎 齁 OK 好 所以我們就寫結論了 還是 這時候你就會猜 欸 如果是一個浪達的時候 總觀能差是一個浪達的時候 是第一 那總觀能差是兩個浪達的話 一定是第一家文啊 蛤 一定是第二喔 總觀能差是三個浪達的話 或是對應到第一家文 第三喔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結論 我們的暗文條件會是什麼 第一台S必須要是呢 這個 這個 m等於什麼呢 1 2 3 你只要是波長的整數倍的話呢 你就會對應到所謂的暗文 你就會對應到暗文 可以嗎 好 那暗文討論完了 我們現在來討論什麼呢 來量文 來 趕快喔 開始撐著喔 來 趕快喔 開始撐著喔 來 那第二部條件怎麼回事呢 我們又要再畫一個圖啦 我們又要再畫一個圖啦 好 開始打到一樣喔 光這樣過來齁 然後呢 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個成像結果嗎 我們就找什麼 第一亮帶的中線 注意喔 好 我們來找第一亮帶的中線 會是假設在這裡 這是第一亮 的中線 就是第一亮帶的中間啊 孩子當我們就一樣畫烏魯了喔 孩子畫什麼烏魯呢 從中央點去對著它 你可以量出這個事情喔 這個光彈都是這樣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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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好 那麼接著呢 我們一樣 這個角度你可以去做量測跟計算 遐控的寬度B呢 也都知道 你可以去量出 你的總光程差 一樣是B-Side Theta 可是前後兩個Theta這個角度是不一樣的喔 好不好 要知道 然後我們發現呢 經過這些已知的數字的一個計算 我發現這個時候的總光程差 竟然是2分之3倍的浪大 這都是計算出來的 這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了解嗎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喔 它果然跟單俠化 它果然跟雙俠共的結果 怎麼樣 相反 相反 可是為什麼 還是為什麼 我們來解釋 為什麼做光彈差 是2分之3浪大的時候 竟然不是這樣 竟然是這樣在做前 為什麼 我們要回過頭來做說明 還是來了 老師老師這個說明你怎麼想得到呢 來 要怎麼想知道嗎 因為我還是在強調 單俠共繞射呢 是點光源 是光經過俠共的時候 都可以視為一個個點光源 是點光源的多重干涉結果 既然是多重干涉結果 你又要有漂亮的結論 你干涉一定要有人幹嘛 相消不見 你干涉一定要有人相消不見 所以你會希望呢 有光跟光之間 他們的光檢查 剛好差多少就好 2分之1個浪大 你自己看 第一量 總光的差是2分之3浪大 這個感覺 應該就要把它寫什麼 你知道嗎 我應該要把它寫的2分之1浪大 分成3區 好 然後就有2區可以互相怎麼樣 想 想小 用類似的手法 我分給你看 看好了 大概是想小 你看喔 等一下好像畫你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我的分區線是用紅色來畫的 孩子我這樣是不是可以把這邊 我把這邊叫第一區可以嗎 這裡叫第二區 這裡叫第三區可以嗎 我畫的可能是很精準 可是我的意思是 這應該是都一樣的 好不好 修正一下好了 不漂亮 好 應該是這樣子 好不好 這樣就很準 1區2區3區 1區2區3區 這樣分的好處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就可以去抓住 你就可以去抓住 某兩區 他們的光層差 完全是2分之1倍的這個波長 什麼意思 你自己看 我的總光層差 叫做呢 2分之1 讓它 3倍 也就是說 你可以回答我嗎 我就是票光 這個疊 這個疊 1號 這個疊 2號 這個疊 3號 這個疊 4號 看好囉 0 bonne 好 加這一段 加這一段 湊起來剛好是2分之3 可以讓是不是 撐住喔 是不是 是喔 OK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那這三個人 這三段的長度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這都是等句的 這是幾何的圖形 OK 數學的概念 幾何的概念 我都是等句的 我去做一個垂線 它這三角形的底邊一定都一樣 可以嗎 所以這每個人都是多少 每一個人2分之1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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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加起來2分之3 孩子來了 然後 孩子來了 然後 你注意看喔 你注意看喔 你看我的手 又來了 這是什麼手 就是啊 好 挖克 這次不要伸出來喔 這是假的 這是我愛你 這是我愛你嗎 反正很多 要這樣子 看好了喔 來 換我的手喔 一號光 二號光 光層差多少 回答我 二分之一波長 破壞性感染 砍掉 來 上來一點點 你再上來一點點 比之後 光層差還是 四分之一大大 又怎麼樣啦 相消 所以跟前面一模一樣 你下邊這一區 跟上面這一區會完全 都相消 完全都相消 看得出來嗎 聽不聽得懂我意思 相消的概念跟前面這邊 是一樣 一模一樣的喔 你一號光跟二號光 相差都比自己波長 所以這樣一號光 相消不見 對這邊而已呢 這光已經相消了 可是呢 它上面一點點的光 就是一通跟二光 可是我不在乎 在乎這邊會很晚 因為黑板太小 所以呢 下面這一區 也就是三區 三區的光 都可以在二區裡面 去相對應找到一條 跟它相差二分之一 浪達的光層差的光 所以三區的光跟二區的光 是完全相消不見的 你說那相消不見 那怎麼還是這樣 因為剩下神沒有把它相消 剩下一號光 一區這邊沒有人跟它消 OK 現在一區這邊沒有人跟它消 OK 來 寫結論 二區 二三區 二三區 差二分之一浪達 相消 好 一區 沒人消 什麼叫沒人消 也就是它是唯一能夠剩下來的一個量 它是一個唯一可以剩下來的一個 一個量帶的原因 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就是可以光明解釋說 為什麼 我的總光等差 是二分之三浪達的時候呢 真的是第一 亮帶的中間 好 你說是這樣合理嗎 合理 為什麼 聽喔 本來百分之一擺了光進來 結果三分之二相消出現 我們的量度剩多少 分時間結果NO 是不是第一亮帶就沒有光亮那麼亮 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當然我必須說喔 我說的剩三分之一只是 一個約略的一個數值喔 真的精準的話是要經過計算的喔 所以他們這些量度差 是要再經過另外的計算的喔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看到它的趨勢 你看到它的趨勢 你果然呢 根據我們這樣的理論說明 你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光過來 所以你的量度果然沒有這麼亮 你的量度果然沒有這麼亮 了解嗎 OK 所以寫結論 寫結論 結論一律同意寫來這裡 這已經有多大碼要看一下喔 好 來 結論一律寫來這裡 所以呢你的量文條件是什麼 你的總光是啥還是 這邊沒有講的特別總 這是寫總 第一量喔 第一量是從二分之三浪開始數喔 所以要寫N 中間符號寫加還是寫減 當然是寫加 你的一代表起來是二分之三阿 還是這個地方跟 雙俠碰 剛好怎麼樣 說到這邊是寫加還是寫減 寫減喔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不要搞混喔 不要搞混喔 可是呢 光它等你 這個是有的 這是什麼 這是做能量 這是做能量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最好這已經說明了 單俠碰繞車的暗門條件跟亮門條件喔 所以你看看這個結果 它果然是跟雙俠碰繞相反 可是不是完全相反 它是有細節上的差 齁 如果是單俠碰繞的話 你的第一量 是從二分之三浪開始數 齁 所以呢回答我 如果 如果二分之三浪倒 總波程差 總光程差 二分之三浪倒 的話是第一量 那 第二量的話 總光程差是多少 多少 二分之三 往上屬於隔壁多少 二分之五 非常好 那第三量 就是二分之 對 就這麼數 可以嗎 好孩子 還沒完 還要再討論一個東西 好基本上 這個討論的流程跟雙俠碰繞是一樣的 這個歪是什麼意思 就說 來 再換一個圖 又要再換一個圖 如果 如果 來看囉 如果 第一量 第二量 第三點來注意 什麼叫做歪 就是你的第一量的中線 到中間的距離 什麼叫歪 我說這叫歪 為什麼 第二量 到中間的距離 那這個距離是多少 這需要怎麼算還是 回歸到我們的數學分析嘛 什麼叫數學分析 你看喔 來 光進來了 這個是讓打 來 遐縫距離是B 看好囉 我們先討論第一量好不好 第一量這樣泡過來 我們從中央線 來這技巧 中央線 發生一條弓過來 到這邊 這也是有個架 那是 對不對 然後你的光呢 都是這樣過來的 好 還是鬧了問題 今天我們做一個設定 屏幕到下方之間去 我把它加油 加油 好 所以呢 如果此時 我對到第一量的這個角 叫Sita 我此時的光線差在哪裡 是不是有角S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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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段區會是什麼 我這條S是可以寫成B 的 Size 而且你會說我是第一量 這個數值一定會剛好點多少 跟前面一樣 對 可是我要重畫一個 不然我全部都在一起 看不懂 好 然後呢 寫著幹嘛 有用的 為什麼 我要算距離 你要算距離嗎 你就要從三角形 裡面去找孩子 撐住啊 頂住啊 孩子 這怎麼辦 欸老師 這邊有個支架三角形啊 啊我角度啊 所以我只不常知道鞋邊是多少 鞋邊分之對邊就是它的Size嘛 對不對 所以關心什麼呢 孩子 我先給你看 我的Size 本來是鞋邊分之對邊 跟鞋邊多少你是不是知道 不知道 可是我如果角度很大很小 所以鞋邊跟這一邊幾乎怎麼樣 所以鞋邊直接用什麼鞋就好了 對 跟前面推倒都一樣 L分之 Y嗎 我說說掌控的 我還是不知道啊 欸 有人來幫忙啦 為什麼 Size多多少 這裡有一個Size多嗎 帶換掉 可以嗎 這邊有一個Size多 把B除下來 把B除下來 是不是又是Size多 所以Size多 此時 這個是Size多萬 應該是你對到第一亮帶的這個角度 我們標個1好了 可能會比較清楚 Size多萬就等什麼 2分之3的檔檔出於B馬寫過來 2分之3的檔檔出於B馬寫過來 還要再數到一次嗎 如果我現在問你Y2勒 Y2跟這裡的差別在哪裡 Y2是第二亮喔 這裡2分之3配多少 蛤 Y2是第二亮帶 它的光能差應該是幾個亮道 2分之5啊 可以嗎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啊 我們剛剛數過喔 好不好 所以我要算Y2的時候呢 我只是把2分之3 改成多少就好了 2分之5嘛 所以這個就直接數了 如果你雙小光有學懂的話 這地方你就會覺得水到取成了 完全一模一樣的計算 所以Y3就是2分之幾 2分之7嘛 那總而言之什麼呢 兩個Data官相減 會變多長你知不知道 減完變多長你知不知道 這個有沒有似曾相識啊 這跟雙小光有沒有一模一樣 有喔 有喔 只是雙小光那個地方是L 讓打除以P 有沒有 雙小光那個地方的距離 可能有時候是寫成R啦 可是總之這個是 小光到屏幕的距離 有沒有 所以這個公式只是把呢 雙小光的小光之間的這個距離呢 改寫成單小光之間的寬度 就一樣把Data官算出來了 所以我告訴你 你早記什麼知不知道 重點是你早記這裡 就結束了 人家問你什麼距離呢 還是 回歸到基本 來save take一下 你知道Data官之後 人家問你呢 什麼D級暗文到中央的距離 D級暗文到中央的距離 不要在這個數學上面呢 著墨半天 從圖形上去數就可以了 但其實是你要知道Data官怎麼算 這樣了解嗎 OK OK 好 所以呢 我今天這堂課已經把單小光的禮物全部講完了 OK 這是第五章 即將要結束 準備要考試喔 好 好 到這裡 好 累了 終於可以休息了 一年收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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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